今天要把這些採火呀 游到家裡面去 用到家裡面去幹嗎 殺雞做飯吃 這是十萬個為什麼 這樣才好 這樣吧 我来帮忙吧 妈妈我剪了两个鸡蛋 你在哪里剪的 在那里啊 好吧还有鸡蛋 我带妈妈再带你剪哈 妈妈那里还有一个 哪里啊 那里 这么多柴火可以烧一阵子了 嗯 小小子要帮忙吗 不要 不要帮忙啊 明天长这么高就可以帮忙 哦现在还小是吧 明天长这么高就可以帮忙 一直就说长大了才可以帮忙 你拿鸡蛋按摩吗 啊好脏哎不行 我要摸耳朵 摸耳朵那也不行 那给鸡蛋给妈妈了就 好脏哎 我要去我们的鸡蛋 这里还有一大堆的柴火 都是老爸砍的 这下面的这些稻田都是我们家的稻田 现在春根了 然后这些水稻田呢 是我家的 现在把这个水稻田旁边的 这些杂草树木都砍了 那这个树木呢 咱们就用回家啊 当柴火 不砍掉的话以后这个水稻田会 被这些杂草树木给盖掉好多 也会影响水稻的生长 可以不用怕 你去 慢一点爸爸 现在这些柴火已经捡好了 汪车了 然后回家前来把这些鸡蛋给捡了 现在好多鸡在生蛋棱呢 全趴在那里面生蛋 走走走 捡鸡蛋 你儿子刚刚就已经捡了几个了 这上面肯定有 爸爸给我一个 啊 爸爸给我一个 不是有吗 来这个干净一点 你不要打碎了哈 有两个 你有两个啊 这上面一定是有的 哦 哦 挺好 挺烂的 嗯 这边烂了几十个鸡蛋 几十个怎么回事 掉下去了是呢 大家看一下 这生鸡蛋了掉下去了 你看全坏破了 你学爸爸的 这里不是个鸡蛋吗 下面 好的 你长太高了 看不到是吧 这里有只鸡蛋 生鸡蛋 老的地方 让它生吧 这里也在生 你有什么 Bon Appet taki